远方的加湿日速继续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形成 走进黄河源花石峡 一路寻找雪豹的踪迹 沿黄河源头寻找高原萝莉 观察高原湿地珍稀水鸟 感受海拔四千米千湖之线的雄奇壮丽 溯源牛头碑 看深海保护志愿者为草原精灵制作人工洞穴 感受当地藏族人护有草原生灵 保护家园生态的情怀 远方的加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狂野黄河源 下集正在播出 远方的加国家自然保护地设置组 继续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形成 第二天摄制组从驻地马多前出发 前往位于东北方向的花石峡 被当地藏族人奉为神湖的东阁错纳湖 就坐落在那里 一直陪同我们的张童奏教授 曾多次前往东阁错纳湖考察 他告诉我们 东阁错纳湖独特的地理地貌环境 是那里称为众多野生动物的天堂 近几年因为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 这里也发现了雪山之王雪豹的踪迹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花石峡 即将从这里前往东阁错纳湖 因为近几年的生态环境不断地变好 所以也在那边发现过雪豹 那今天我们也是想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在东阁错纳湖 发现雪豹的踪迹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负责人 阿旺老师来作为我们的向导 阿旺老师我特别好奇 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见到雪豹 现在我们已经到黄河远 雪豹最主要的这个气息 所以咱们今天有可能会看到雪豹 就还是有机会的 对 进入花石峡 道路也从之前的水泥路变成了碎石路 颠簸的道路让我们的车速减慢了许多 向车外望去 山谷两边金黄色的草垫上 成群的牦牛正在悠闲地吃草 随着海拔不断地升高 眼前出现一座截然不同的怪石山 与这两天一直伴随我们的高原缓山地貌大相径听 满是金黄色的事业中 唯独这座山拔地而起 山上还布满了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的青色岩石 吸引着我们停下了脚步 一路以来完全没有看到过这种地貌 非常多的岩石在这个山上 这是因为它这个地貌的原因 所以它叫花石峡 所谓的花石就是颜色很多 就是有不同颜色的矿物 对吧 就是我们知道青藏高原 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形成的 对吧 包括我们花石峡 都是由它的作用形成的 其实在青藏高原上面 还有很多小的板块 因为印度板块一直挤 这些小的板块也一直挤 距离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岩石 都汇集到这一块 所以就形成各种各样的岩石 对 王老师告诉我们 地壳运动 抬升陆地面积的同时 还像推土机一样 将这一带周边几百 甚至几千公里外 不同种类 不同深度的各种岩石挤压 汇取到了一起 堆砌成了联名起伏的石斗山 也正是因为这座山上的岩石 色彩多样 形态各异 所以它才有了花石峡这个名字 那为什么会这么近的一个距离 然后就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呢 这个地方的岩石 它就是营养较少 不适合于形成土壤 但是这个地方 它就会发育 风化以后会形成厚层的土壤 所以有了土壤以后 它的坡度也比较缓 也可以长草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土壤 就是暴露的 就是比较平均 不适合植物的生长 对 不适合植物的生长 物竟天泽 也正是一枚花石下一代 独特而复杂的地理地貌 为这一地区多样性的 野生动物群落 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 说话间 阿旺老师突然拿起了望远镜 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告诉我们 在山顶上 有一群岩羊正在那里吃草 我看到了 那个是岩羊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二只 岩羊属于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 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 它们通身青灰色 头顶上两只粗大的鸡角 格外显眼 主要以青草 和各种灌丛枝叶为食 岩羊的蹄子 非常适合攀爬 因为它们主要活动的场所 多在海拔2100米 到6300米之间 悬崖峭壁的岩石 裸露地带 只要有一点凸起的棱角 它们都能够攀岩而上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 所以它才被称为岩羊 那岩羊是不是基本上 是生活在高海拔的地区呢 岩羊的话 它主要是在 这个高山的这样的地方 它有 其实它主要是有 这样的有岩石的地方 这样的话 它最主要是第一个 它是它有在那个 鲁鼻这种它捕食者 它谁捕食它呢 比如说主要是雪豹 雪豹是 雪豹最主要的事物就是 岩羊 岩羊的天地有很多 像雪豹 柴 狼 以及金雕等大兴猛新 都威胁着岩羊的生命安全 为了躲避天地的威胁 它们的活动场所 主要在悬崖峭壁县的岩石上 而它全身青灰色的毛色 与岩石的颜色极为相似 这也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阿网告诉我们 岩羊在雪豹食物林的下端 有岩羊菌出没的地方 一般都伴有雪豹 这也给我们增添了一些 悬念和期待 刚才我们又数了一下 大概有一百多只岩羊了 并且我们拿望远镜观察了一下 那个岩羊飞快地奔跑 在这个山坡上 尤其是跟如理平地一样 就跳到了岩石的最上面 这就是它们非常灵敏的一面 那现在岩羊有这么多 会不会就是会出现 它的天敌雪豹在这个附近了 有可能有一只雪豹在山里面 在盯着它们 阿网说 花石峡这一带地势相对平缓 直辈也都以草殿为主 虽然说岩羊和雪豹是相互半生的 但是雪豹很少会在 这样开阔的地带活动 相对于花石甲 东阁错那湖的西边 更有可能看到雪豹 东阁错那湖 在藏雨中的意思是被千山环绕的长湖 尤其是湖的最西端 更是崇山峻林 陡峭的山势 稀薄的空气 使得那里人际寒至 再加上东阁错那湖丰富的水草资源 这些都为生活在那里的野生动物 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栖息场所 阿网说 那里不仅棕雄的密度分布很大 而且它曾经也在那里看到过雪豹 正是因为那里野生动物 众群丰富 生态点完整 为了命于观测研究 它曾协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那里布置了多台红外相机 带着对雪豹的期待 和可能遭遇棕雄的忐忑 设置组沿着东阁错那湖南岸 继续向西出发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 四周的山也变得比之前多了些来 车行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到达了东阁错那湖的最西端 在一处山谷入口 向导阿网让我们停了下来 它告诉我们 这座山上一定有雪豹和棕雄 它安放在山上的红外相机 就曾经多次拍摄到棕雄和雪豹的踪迹 这个季节 这些野生动物有足够丰富的食物 不会出来袭击人 于是我们开始徒步登山 我们现在到一个山坡上 本来是要去前往这个红外线的观测点 但是往上这个途中 没走几步就看到远处又有很多 有几十只 大概几十只的样子这些岩阳 那岩阳是在这个区域非常常见吗 这个区域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红外相机拍到的 人看到的这样的可能 对我来说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就是在这个区域 对对 我在这个地方是看到过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过 它很多时候都在这个悬崖 敲门下不停地来回地篡动 有时候看到飞来飞去似的 所以这个物种它的旁旁能力非常强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悬崖 巧避岸活动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上 我们这个羊羊 它是这个雪豹最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 前段时间我们还完成了一个工作 就是说我们缝析了一下 那么羊羊跟雪豹的 它是心理的这个范围 确确实实就是 这个地方如果有羊羊脑 那么雪豹恒难成那种存在 红外相机拍摄到雪豹的位置 就在这座山上四五百米的地方 我们心怀忐忑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 艰难攀爬 陡峭的山路上布满了碎石 行进变得尤为困难 我们的记者开始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爬 而那份期待和担心交织的兴奋 反倒冲大了高原反应 在接近山顶的一块岩石底下 我们找到了一台红外相机 就在这个石头上挂着 在这儿就是一直是保持这个位置吗 对 它有拍到那个 一般是它从那儿来 从那边来 要不是从这儿走 所以这个角度的话 不管它是从那边来 这边都能拍到 阿旺老师联系好电脑 红外相机捕捉到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便呈现在我们眼前 你看 这里拍到的穷子是今年的 小的 你看 真的可爱 它这个小的 它其实鸡脚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就是比较毛茸茸的这个鸡脚 特别可爱 这是什么呀 这是白纯鹿 白纯鹿 它这个脚特别长 就是比我们看到的炎阳和藏原林 那些脚都长很多 所以更细了 白纯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 到5000米的高山草垫地区 是典型的高寒动物 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 早在更新式晚期的地层中 就已经发现了它的化石 因此它也被当地人视为神鹿 这是刚才的那个装胸 你看 它提心很大 很大 对 它特别有意思 它 它自己也 吓到了 它自己在碰到了什么东西 它碰到这个相机 然后害怕 害怕了 它单子还是挺 特别小 别看它个头挺大 然后但是其实胆量还不是很大 就是碰到了一个东西 刚才还哆嗦了一下 棕熊是杂质性动物 也是高原上一种凶猛的食肉猛兽 它的食物以高原属兔为主 偶尔以捕杀野猫牛 营养和葬羚兽 除了捕杀白纯卢 蛇利也是营养的天敌 阿旺告诉我们 像蛇利这种肉食动物 也是近千年随着营养的数量 不断增加才出现的 之前很少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哇 这是雪豹 这是咱们的雪豹 这个雪豹是金黄色的呀 这是同一个地方啊 我看一下 这个金黄色的雪豹 金黄色的 哇 太漂亮 这个背后应该就是 东哥错大湖 然后它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上 然后昂首挺胸 特别的这种威武 我觉得这应该是 阿尼玛青雪山 还有雪山 对 如果你站在这儿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你能看到远方的 阿尼玛青雪山 海拔四千多米的东哥错纳湖 云雾缭绕 雪豹在湖边山脊上悠闲漫步 宜然自得的跑坑标记 巡视领地 与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 翻看着红外相机里拍摄的视频 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画面 冲击着我们的视线 让我们不禁感叹 大自然的美妙绝伦 作为独来独往的高山王者 雪豹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 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 健康与否的气压剂 它的存在 不仅能够证明保护区生态健康 同时也是物种丰富 食物链完整最可靠的依据 阿网告诉我们 20世纪90年代 马多黄河远区曾经一度不见了雪豹的踪迹 中国宾威动物红皮书 也将其列为宾威武中 近些年 随着黄河远生态的恢复 动物种群和数量的不断增加 从2018年开始 在志愿者的协助下 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十次野外调查 共布设了22台红外相机 截至2019年10月 共记录到雪豹触发次数194次 拍摄照片和视频资料2131条 雪豹和棕雄之类猛兽藏身隐匿 对外来物种的气味非常敏感 轻易不会现身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看到雪豹和棕雄的身影 但是通过保护地布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 也让我们有幸一度这些难得一见野生动物的原始状态 那其实也是预示着这边的生态也是越来越好了 环境越来越好了 保护的力度也加强了 加强了 就是通过这些年实际上更多的政府的保护 各种民间组织的保护 那么就是唤起了民主对它的全民保护吧 那么整个野生动物的数量就不断地上升 张老师告诉我们 正因为东阁错纳湖西部山卵跌涨 人为干扰少 周边丰富的水草资源 给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和完整的食物链 再加上近些年来 各级政府对保护区的保护措施不断完善 当地牧民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 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增加 让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绿色家园 离开山谷 车队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狮子族到达了东阁错纳湖最壮丽的一个观赏点 蓝天 碧水 白云 雪山 这片人间天堂般的景色呈现在我们眼前 从空中俯瞰东阁错纳湖 蔚蓝的湖水宛如一颗蓝宝石一般 镶嵌在青藏高原之上 那王老师 这一片湖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东阁错纳湖 对吧 它是从这个阿里玛清雪山上面溶解的冰水 溶解的雪水到了这个地方 当然还有昆仑山上来的 昆仑山上来的一些水流带过来的一些物质 在这个地方 这里阿里玛清雪山 对吧 这是这一片湖 在这个东昆仑山上也有雪山 对吧 东昆仑山上雪山有很多河流过来 它这个形成扇形的地就是堵塞了这个谷地 一个很宽的谷地应该是 它有一些冰川的溶水啊 雪水啊 一些泥石牛啊 会形成红地扇 这一个很大的扇形地堵塞了它 堵塞了牛水不畅 就溶水 溶水这个湖水的水位会抬高 所以会这个面积会变大 东阁错纳湖的湖边湿地上 草垫五彩斑斓 鹿鸟振翅齐飞 一幅何其盎然的自然景观 那东阁错纳湖在当地来说是不是也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呢 对 这个地方是对这个藏旗或者对这个地方来说 特别很神圣的一个湖 我们一般叫神虎 是吧 神虎 对 神虎 为什么会把它称为神虎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水里面的这些水生物 嗯 不能被去破坏或者是不能去吃这个水里面 不能补 是不是 不能吃这个水里面的这些水生物 然后呢 这些水里面也不能去扔一些不干净的一些东西 包括垃圾啊这些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很多神虎 它对这水里面的这个有去湿滴的这个生物的东西 包括水生物这个保护的特别好 大自然周而复始 黄河源头这片高原净土 在无人干预的自然状态下生生不息 物尽天泽 湿地生态的恢复 生物物种多氧性的不断丰富 也维持着整个青藏高原和黄河流域的生态平衡 沿黄河源头寻找黄河螺蛳 感受海拔四千米千虎之间的雄奇壮丽 我们这个地方鱼总共有八种 这个主要是以这个花瓣螺蛳为主 行走恶陵湖 看湿地尿群 了解近些年保护区的生态改善 整个我们的黄河源区呢 它的生态类型多样 那么适合不同齐菌类型的物种 它都有分布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狂野黄河源 下集正在播出 走进山水之间 探索动植物世界的奥秘 佛平是野生大熊猫分布最为密集的一个地区 战野铃它喜欢的汽车对峙 呼吸清新空气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我们在等待 我让我们第一声 悬架的时候 讲述人与生态的故事 中华分头 焦失了63年之后 重新发现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结束了东阁错纳湖的行程 按照计划 我们在第三天踏上了去往黄河园 牛头碑的探寻之旅 车队从驻地马多县城出发 沿着黄河河道一路向西而行 两边的河流和水草 也慢慢变得风盈起来 在长满红绿色水草的湖边浅滩上 不时能看到各种水鸟野鸭 在其间欣喜密室 蜿蜒流淡的河道 也随之变得宽阔起来 车队在一个桥头上停了下来 随行的地址专家王新岩老师 要下来拍照采集图样 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这么大的水域也是湖泊吗 这个地方它还不是湖泊 因为你看它这个水是流动的对吧 它是一个河流 只不过这个河流的宽度很宽 看起来像一个湖泊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再看的话 其实这个它有 你看到它这个水面有多好多谷对吧 看起来像一张像一个辫子一样的这种 叫它网状河 这个河道是黄河的刚出了扎伦湖的一个河道 我们可以叫它河流湿地 河流湿地 就是离这个山前比较近 离那个山比较远 那个山比较远 但是它当时有一些旧的河道就留下来 留下来你在图上就可以看到一些小的湖泊 湖泊那个湖泊 因为离河道已经比较远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蒸发量就比较大 湖泊里面就会形成一些盐湖 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叫盐池的地方 它就是一些咸水湖 黄河发源于巴掩喀喀喇脉 分多条河道汇入扎陵湖 在扎陵湖汇聚后 向东流淌进厄陵湖 厄陵湖与扎陵湖牵手相连 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黄河源头的姊妹湖 黄河水流出厄陵湖一路向东 并在流进的马多高原区域 分出了许多像湖泊水塘一样的细小的分支 正是这种特殊的地貌 也让马多建有了千湖之险的美誉 沿着河道西行 不远处便是恶陵湖的一个出水口 同行的保湖地管理局副局长马贵告诉我们 恶陵湖湖中盛产冷水性无林鱼类 运气好的话 在大坝下可能看到鱼群 我们此行运气果然不错 马贵凭借经验很快便在一个小水塘 发现了一群鱼在悠闲的嬉戏 这是什么鱼 这是花斑罗里 花斑罗里 它是鲤鱼吗 是鲤鱼 鲤鱼的一种 我们这个地方鱼总共有八种 这个主要是以这个花斑罗里为主 还有一部分黏鱼 还有一部分猎口鱼 青海花斑罗里 又称大醉鱼 主要分布于青海省马多县境内的黄河段 以及扎陵湖 鳄陵湖等淡水湖泊中 是黄河上游特有的重要经济鱼类 之所以它叫花斑罗里 是因为它周身光滑 身体两侧分布着点状或条状的斑纹 只有在鱼背和鱼栽附近 附着着少量的鱼鳞 为什么会没有鳞片呢 主要是它生活在淡水里面 不需要用鳞片来保护自己 鳞片这个退化了 鳞片退化了 那它为什么会就生活在这一片水域 旁边就是黄河 然后会有更宽广的生活空间 鲤鱼都是这样子 鱼都是这样 它是整个黄河的鲤鱼 从黄河成了季节 就是它往上回游 回游到这个地方以后 刚好这一块地方 这一块水比较平坦 比较湿雨 就适合产卵 对啊 花斑罗里鱼对生存环境的水温 有着严格的要求 通常不能高于20摄氏度 它们一般栖息雨水的中层 体重最大2至3公斤 甚至5至6公斤 每年6月份 它们都会回游到黄河上游产卵 行走在厄陵湖畔 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水鸟 在水中嬉戏 俨然一派鸟类天堂的景象 随行的鸟类专家高鸿梅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季节 已经是候鸟迁徙的尾声 我们在七网牛头飞的路上呢 在这个湖面上发现很多鸟类 我们先观察一下有哪几种 好好好 可以 那边飞的是斑头燕 斑头燕是吧 对对对 是斑头燕 我看到它这个头上好像 是有两道斑 有两个道是不是 斑头燕因为头上的两道黑色斑纹而得名 它以植物的叶 精 或豆科植物的种子为食 偶尔也会吃一些贝类 或软体动物 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藏 青海 内蒙古等地 冬季寒冷到来时 会迁徙到印度 缅甸 尼泊尼泊尔等南亚地区 斑头燕它是一种下候鸟 就是夏季的时候 它会来青海这边就是繁殖 繁殖完之后就会在90月份迁徙 它们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之一 就是它们会翻越喜马拉雅山 最后会飞到哪呢 它们会飞到 翻过喜马拉雅山 会飞到印度那边就是海拔相对来说低一点 然后温暖一点的地方跃动 然后在次年的三四月份 还是会飞到这边 然后繁殖 所以就是说它是一种候鸟 对 高老师告诉我们 绝大多数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 都会选择绕路飞行 只有斑头燕等少数其中鸟类会选择强势跨越喜马拉雅山 它们迁徙的时候 它们不是那种一只两只的去迁徙 它们要就是组团去迁徙 对 成群的去迁徙 就是因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其实风雪那种力量是很大的 它们只有通过一个队形 比如说人字形也好 一字形也好 它们会组成这种队 前面的会给它们挡风 这样的话 它们后面就会损耗的能量会少一点 等到前面的这只带头的这种鸟 它的体力可能快要不行的时候 它可能会替换 对 这样的话它们才能顺利地翻越喜马拉雅山 它感觉还很聪明 很科学的这样排队形 然后帮助它们去前往它们越东的地方 由于现在这个季节 大多数的候鸟正在迁徙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大群的卢瓷 赤马鸭 斑头燕等一些常见的水鸟 刚才您也提到说 这片区域其实鸟类的种类也好 数量也好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这些鸟喜欢在这样的地区去生活呢 整个以后设计到黄河园区的话 它也是千虎之下这一块 就是湖泊多 水域多 湿地多 特别是这个水鸟呢 它就比较多 水鸟的累积呢也非常的多 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咱们这个黄河园区呢 它的这个身体环境也比较好 那么人类干扰也很少 所以这样整个物质的复复度就增加了 马多黄河园丰富的水资源 给鸟类提供了安居的乐园 同时随着扎陵湖和鄂陵湖地区 生态资源的逐步恢复 越来越多的鸟类也都竞相来到这里安家 让这片青藏高原上的明珠 成为了鸟类的天堂 溯源牛头碑 看生态保护志愿者 是如何为草原精灵制作人工洞穴 指尽丝你看 22公分 22 只能进口黄河河河 登上牛头碑 扶兰黄河园 见证保护区的环境改善 感受藏族人护有草原生灵 保护家园生态的情怀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狂野黄河园 下集正在播出 我们沿着河道 继续向牛头碑的方向行驶 道路变得越来越崎岖 车窗外 成群的藏野驴欢快地奔驰 出生不久的藏原林 也在族群的庇护下茁壮成长 这里是他们自由生长的家园 车行至厄陵湖北部的 扎陵虎乡竹壤村 路边大大小小的洞穴中 不时地会有一些小动物 弹出头来四夹张望 不等你看清楚模样 又迅速地躲藏起来 随行的张同座教授告诉我们 这些洞穴大部分是鼠洞 远处有很多这个一栋一栋的 是老鼠还是鼠兔呢 对 它也是我们通常野蛮的 叫老鼠 就是它也是叫喜马拉雅汉塔 哦 喜马拉雅汉塔 是当地独有的一个物种吗 对 当地还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 它除了在高原以外 其他地方有分布吗 在其他地方也有分布 但是高原上很典型 喜马拉雅汉塔 是青藏高原常见的一种 大型猎翅类哺乳动物 它们的样貌 有些像放大了好几倍的松鼠 但是尾巴却很短 棕黄褐色的皮毛上面 分布着黑色的斑纹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 看上去憨态可居的小动物 却成为了青藏高原 生态破坏的主要成员之一 你看我们草地上很多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 有一个树起来的 喜马拉雅汉塔 尝尝它两只前脚都竖起来 就这样是吧 就这样的 看着哼哼的 特别可爱 它的个体呢比较大 在所谓的我们的这个 猎翅木动物里面 它的个体是最大的了 它的个体是最大的了 那么它对整个 这个草地的神态系统呢 它的这个挖掘洞穴的构种 也有很大的影响 汉塔不仅与家畜 争夺优良牧草 而且中年打动造学 挖掘草根 推出土丘 破坏草皮 造成地表塌险和水土流失 这些鼠洞 让原本富饶的草原 变得千疮百孔 青海省有草场 5.74亿亩 其中有2.53亿亩 在不同程度上 都受到汗塔 鼠兔等鼠类的侵害 在我们整个青岛高原上 对草地破坏比较大的 或者就影响比较大的 汗塔是其中之一 那么另外呢 就包括高原属土 高原粉属 它们对草地的影响都比较大 基本上就是这些物种呢 它还是吃一些草的这个草根啊 包括草的这个茎叶啊 反正基本上 它虽然是一种杂实性的物种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主要还是以这个草地资源为主吧 哦 草地为主 鼠患猖獗使大片大片的草原 不断沙滑 变成了黑土瘫 为了消灭鼠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当地人就开始尝试 人工捕鼠和药物灭鼠等各种方法 但是效果都不太明显 同时一个草原的生态系统 带来了新的破坏 那么我们也在通过 不同的方法的尝试 那么对这些鼠害 我们所谓的鼠害呢 在进行困治 那么但是这个 在整个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生物量中间 那么它的这个 和它的这个洞穴呢 也常常被鼠吐 还有包括这个狐狸 包括有时候的狗花 包括一些爱幼什么的 因为它的洞比较大嘛 被这些物种呢 利润起来 所以这些物种呢 可以很方便地 齐绝到里面 不再大度了 利用天敌治理鼠害 是一个更加绿色环保的思路 增加鼠类天敌的数量 利用生态链的上下级关系 让老鼠的天敌来消灭老鼠 不仅能有效地控制 鼠类数量的不断增长 同时还能维持 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 随行的支援者龚保 是一位秘书专家 在马多县工作了30多年 退休前曾是马多县政府的 一名公务员 常年工作生活在 马多这片土地上 也让他对这片草原 有着特殊的情感 退休后的龚保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他开始研究制作人工洞穴 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这个主要就是洞道里面 他用一些特殊的材料 环保 环保材料 环保的材料就制成一个来 这个是它的直径是 你看22公分 22 只能就狗换或杀或换或去 它小 小 其他的动物它的天敌 狼啊 你其他的那个 它是换不去的 这个吃到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 就是包括它的标准很重要 你不能做大了 然后它的天敌 等于也跟着进去 公保的筑巢引缝专利 就是通过人工修剪 坚固防潮 安全舒适的野生动物洞穴 让狐狸 兔孙 欢 黄鼠狼 蛇狸等属害天敌 能够在草原上定居下来 通过修复生物链的方式 达到控制草原属害 恢复草原生态平衡的目的 上面的那个上面盖起来 这个上面这个不是有木具吗 嗯 这个上面这个你看 你看这个深度是 你看一米六 一米六 哎一米六 这个深度有讲究吗 一米六那就是冬天嘛 多年来 他用自己的退休金 先后在这片草原上 搭建了八十多个人工洞穴 而通过他安放在洞口的 湖外相机发现 现在人工洞穴的利用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连个体捕属量达三千至四千只 这就是个狐狸 你看 哦这就是狐狸 是个母的 哦 脏虎 也就是裹子脸 裹子脸 一般狐狸是脸比较尖 它是比较方一点 对对对 它这是在干嘛呀 它是在给 钻进去了 它在洞口的两边的血 然后呢 这是今年的十月二十八号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就还下着雪呢 下着雪的吧 十月份的吧 我看您这个电脑里文件价特别多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记录了呀 这个是去年开始就记录了 去年开始才开始用活外界记录 就这个你看 哇 这是小狐狸吗 小狐狸三只一只 这个里面钻进去了 他们可爱啊 这是在晚上 这是2020年的六月 六月十号 就是前三个月 就是前三个月 今年的六月份 六月份呢 这是它的繁殖月 这有三只小狐狸 特别的可爱 然后毛茸茸的 它有毛茸茸的 这就冒出来了 通过这些监测资料可以得知 从2019年开始 已经有藏狐 猪欢 黄幼 蛇利等野生动物 开始陆陆续续的 在这些人工洞穴中生活了 这些动物数量的有序增加 控制了鼠害 也维护了草原生态的平衡 而这种有效的生态补蜀方式 也得到了保护区的认可 并开始大力推广 设置组继续向牛头碑方向行驶 车行半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马多县扎林虎乡的 叉泽村 龚保老师告诉我们 在这里 有着这样一名 15年守护牛头碑的 藏族管护员 索索 一直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要做的好工作 我们没有做到的好工作 为了 口罗和看 我们要做最好工作的 这种事情 比如这种事情 我们也去做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我们要做的好工作 那就下次我们 去做很多事情 做一些事情 那么要做 我看过 到什么 公共家 现在 我们要做 是 它们就这样是对架子 在加油 到上边的风又满 从我们开始冲咽 暂时侧串 我们都突然向来 像串林湖的话 除了大的湖泊 雨泪 在冬季 冲季 比冠孬的这些旧猪之外 他们重点还是监控这一块地方的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 小区的自然资源 以前我们后面这个牛托杯还是流进去 我们国家会员10点以后 主要是以生态体验为主 严格控制了这个里面的人员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控制人员 主要还是靠我们下面这些生态管护员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所索也是 他们这个村民第一批就是放下这个手中的皮皮 以后成为生态管护员的 马贵告诉我们 索索从小就以放牧为生 2016年三江园国家公园黄河园园区成立后 新的生态管护政策 让扎林虎江像索索这样的生态管护员 从刚开始的24名增加到了120名 草原牧民们不仅靠生态管护员的工作 保证的收入和生活来源 也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 成为美丽家园的生态守护者 这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工作下来 有没有说看到这种湖面 包括这边的生态越变越好了 这个湖泊原来的这个面积 是500多平方公里 现在是我们检测最大的时候是676平方公里 相当于100个西湖那么大 100个西湖那么大 对对对 所以这个附着在这个湖周边的这个鸟类也数量 鸟类和野生动物数量也增加了 也增加了是吧 以前我们就在这个国家公园体制世界之前 我们记载是这个野生动物包括鸟类是78种 目前我们就是通过西北苑刚好这个老师也来了 他们检测的结果是106种 在索索的带领下 摄制组开始向死刑的目的地牛头碑登顶 牛头碑1988年建立在马多县境内 海拔4610米的错日噶泽山的顶峰 地处扎岭虎与厄岭虎之间 与八隐喀拉山遥遥在望 是黄河远的标志性建筑 克服了高原法印我们终于登顶 见到了这尊 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和秦老普食品格的牛头雕塑 站在这里应该算一个制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了前面 连绵起伏的群山 是这种绿色加金黄色的样子 特别的漂亮 而再往我左手边看去 可以看到两片湖泊 但是颜色会比较浅一些 而我们身后 这边特别的壮观 是这种蔚蓝 并且非常非常青色 透亮的这种蓝色 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前几天 我们来到高原的时候完全就是绿色的草原 但是站在这里才发现 原来这才是一番不一样的景色 对对对 这个三个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颜色上的差别呢 对这个刚才你也说到了 实际上这个你左手看到的这个湖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扎林湖 它这个是扎林湖这几个字是藏语 一一印过来的 这个意思就是灰白色的长湖 灰白色 所以它颜色也是发灰色的 对对对 有点浅 有点发白 它这个形状像一个贝壳 像一个贝壳 镶嵌在这个黄河的上游 右边的这个湖 身后是吧 身后的这个湖是扎林湖 刚才也说了这个扎林湖 这几个字就是深蓝色的长湖 这个属于比较深 比较深 它这个形状像一个葫芦 所以说它的名字跟它的色彩 也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 直接有关系 马贵告诉我们 2017年牛头碑景区 改为生态环境体验和教育基地 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认识黄河源头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保护好我们这一片的 这个黄河源头的这个生态环境 也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母亲 和整个黄河的这个安全 保护好整个黄河的这个生态文明 作为长江黄河和蓝沧江的源头汇水区 三江源素来有着中华水塔的美誉 它对长江黄河中下游的水量补给 和流域生态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黄河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它也是连接青藏高原 黄土高原 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 拥有三江源 齐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 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千百年来 奔腾不息的黄河水 捕育着中华民族 孕育了中华文明 同时也为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野生动物 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生态家园 能够值重点生态». 谢谢大家